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所以为什么法师他以身是表 他给人家带来的是庄严 他到哪里别人就会讲话轻一点 就会显示出自己的庄严相 就不会在法师面前乱讲笑话 这就是一种感染力 所以情绪的感染力 它有时候会增强 怎么增强的 因为很多高僧大德的演说 他们也是用真实的感情 才能感染别人的 很多高僧大德他们的演说 为什么能够说得好 他并不是靠一种技巧 而是他靠一种内心的实在的 一种情感 他着急呀 他希望大家都学佛呀 他知道佛法好啊 念经能够让别人改变 这种真能量和正能量都能够感染别人 所以真正的 当我们遇到难过的事情的时候 怕身边的人担心 或是出于其他的顾虑 那个时候我们 不会用真诚的心出来 会假装很开心 哎呀 我家里的事情不要给他知道啊 知道很难为情的 假装很开心 哎呀没有啊 很好啊 你这种虚假的情绪 你就不会传染给别人 因为别人知道 因为别人不会因为你说几句话 就相信你 你就不能把正能量传达给他 所以师父叫你们度人的时候 经常要记住 跟别人说真话 用自己内心真实的体会 去感染别人 传达自己对佛的真心 的感恩 所以有的人虚情假意 并不会让对方感到真正的愉悦 很开心 不可能的 你跟他讲假话 哎呀你真好呀 哎呀我一看你呀 越活越年轻了 你怎么这么年轻 他知道啊 我不年轻了 不是说你年轻我就年轻了 因为你说的是假话 不能感染他的 只有真话 你看有些人讲话 哎呦你看看我们都老了 哎呀你也老了我也老了 但是我们的精神很好 我们学佛呀 你看感染力来了吧 对不对啊 所以除非你自己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开心和欢喜 否则对于激活他人的情绪毫无意义 你看很多演说家 他在演说的时候 他讲了半天人家打瞌睡 为什么 他讲的都是自己要讲的 而不是别人要听的 一个好的度人的人 大慈大悲 能够弘扬佛法的人 他讲的不是自己 他讲的是别人的心声啊 因为他心中啊 充满着众生 而不是充满着自己的自私心 要我把这件事情推销出去 我把这件事情要说明白 而是他想到别人会有什么想法 应该别人众生 他们希望得到什么 他才说什么 这样才能激活别人的情绪 所以在心理学上讲 如果你确实遇到了烦恼的事情 你还不如直接的将负面的感情 把它说清楚 就直接跟别人讲 我今天碰到烦恼了 我很不开心啊 别人还能帮助你 如果你强颜欢笑 还笑嘻嘻的 其实心中很苦 还要跟别人 跟自己的亲戚和朋友说 哎呀我真的很好 虽然这件事情发生了 其实我也很想得开 我怎么怎么 别人不会因为你说 临时感受的那种虚假的欢乐 给他带来任何一点点的快乐 所以这事部告诉你们 学博人 有的时候 要学会 用自己的心 去体验和体会别人 那你会获得无上的智慧 那么多行善 你一定会有智慧 师父教大家 多行善 福报 自然增加 你的福怎么来了 你的福气 怎么会在你身上呢 因为你 多行善 你帮助别人 你能吃什么亏呀 你多做一点事情 你会损失什么 你得到的是福报啊 所以行善 再加上修 戒定慧 那你就拥有了福的种子了 很多人的福气怎么来的 一个是行善 一个是能够守戒 而且能够定得下来 碰到事情有智慧 你的福的种子 种了下去 记住了 种下去 福的种子 很快就会增长出来 虽然我们有时候定业很大 大家知道什么叫定业 就是算命给你 算出来的就叫定业 定数 我们定业很难灭掉 我们在人间 很多都是结束定业 但是菩萨告诉我们了 你居然就算有定业 该你死 该你生病 该你倒霉 你照样可以转换 因为我们学博的人 有了善念 我们有了善根 我们种下了 无量的福的种子 我们会转恶为善 转世成治啊 所以多修十善业 多忏悔 多修十善业 多忏悔 可以转换定业 所以一个人 就算有业 你也可以转换 不要害怕 就像一个人 就算生病了 你好好的配合治疗 你也会好的嘛 所以行善事 要想 自己经常要想 我要升起善心 你想转运吗 请你升起你的善心啊 请你升起你的慈悲心啊 不要去想的太多 众善奉行 我多帮助别人 菩萨都看得见了 人间杂念 不要去想的太多 经常有些人 帮别人的时候 就在想自己 会不会他的业障 到我的身上啊 会不会我帮他背啊 你要救人 你就好好地付出 菩萨会帮助你 你发菩提心 菩萨会更慈悲地 加持你的 所以行善 也是要用智慧的 很多人一辈子的行善 最后成为一个大善人 他并不能成为菩萨 并没有功德 因为他没有加上 他的智慧 所以我们做人也好 学佛也好 第一要行善 第二要有念经 行愿的这个愿力 否则的话 你会伤及自己 救人要能够让自己 生出慈悲心 生出慈悲心之后 那么菩提心 也会自然生出 所以很多人问师父说 师父啊 那菩提心 和这个慈悲心 有什么区别呢 你们告诉师父 有区别吗 一定有啊 慈悲心 那是菩提心的基础 一个人要有菩提心 一定必须要有慈悲心 你不慈悲 你哪能发起菩提心呢 有慈悲心 要度众生 只有成佛 才能 有能力去度众生 所以当下 你要发起成佛 成道的决心 就要先拥有菩提心 所以大乘佛法 对菩提心 作为动力 才会修戒定慧 六度万行 最终修成圆满的佛果 所以 在你修成佛的 这条路上 充满着菩提心 因为没有菩提心的愿力 没有大慈大悲心的基础 你没有悲悯一切众生的愿力 你是修不出菩提心的 其实菩提心 我们经常说 广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什么 它里面有两大要素 一个是悲 还有一个是智慧 我们人 菩提心 是大慈大悲的 大乘佛法的根本 师父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 慈悲和智慧 这两个条件 缺一不可 你才能拥有菩提心 为利益众生 而成佛 这句话就包含了 慈悲 如果一个人不能利益众生 他就没有慈悲心和智慧的两层含义 所以我们成佛的目的 一定要清楚 我们是为了利益众生 而不是为了仅仅为了自己成佛 我们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安乐 为别人想就叫慈悲 如果我们离开了众生 我们就丢舍了悲心 我们就等于舍去了 这个佛果 就是没有智慧 所以利益众生 就是要想到 我拥有慈悲和智慧 去救度一切众生 让众生离苦得乐 我拥有菩提心 和慈悲心 我才能得到佛果 我才能学会布施 持戒 安忍 所以真正的有智慧的人 修心 要学会修 实修 所以实修就是道场 证悟空性 就是我们非常珍贵的 无上菩提心 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佛的人 经常说 要证得无上菩提心 其实金刚经说 无所助而生其心 这个境界就是菩提心 你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利益的 都没有想法 我不为什么而我去做 就是一种慈悲心 无缘大慈的慈悲心 无所助与慈悲结合的境界 那就是菩提心 所以金刚经里面讲到这一点 就是让我们懂得 你要学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要学菩提心 如果我们只能无所助 如果我们只能无所助而没有慈悲心 那你可能就是学得小秤的 读爵士 如果你只有慈悲心 而不能无所助 那你就是世俗的有违法 所以学佛人要懂得 有目的 有目的的去求 有目的的去做 这样就会跟慈悲离得比较远 要无所助心 要无缘大慈 要为了众生而能 献出自己宝贵的时间呢 包括你的一切 你这样才有真正的慈悲心 才能成就你心中的菩提心 师父刚刚跟大家讲了 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 我们学佛做人多行善 福报自然就增加得快 所以做善事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去欢喜地去做 我们很多人一般的做善事 都是哎呀我要做点功德了 要非常欢喜 我今天拖地板拖得非常开心 我今天念经念得非常的发喜 我今天听课 我觉得无上的菩提心在心中 因为我学了更多 我可以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 只要你把这个思维 这个大乘的佛法的 这种慈悲心的思维展开了 你展开的多高多远 那你是无量无边 那你就拥有了无量无边的 这个功德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什么叫功德 一个善事可以成为一个功德 同样一个人做了一件很大的善事 他也会变成福德 这就是你的境界 用有所住心去做 还是无所住心去做 这就是我们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基础 所以希望大家菩提心自然的生出 不为功德去做 懂得放下 做了就放下 不去斤斤计较 人间的烦恼 体悟人生无我的境界 这就是你的学佛的基础